維茲公司的研究人員本月發現 他們可以獲得Cosmos DB 大多數用戶的主要數字密鑰 能夠竊取、更改或刪除數百萬條記錄 微軟在得到維茲的警告後 迅速修改了設置錯誤 這個錯誤可以使任何用戶 輕易的進入其他客戶的數據庫 微軟在週五的博客文章中表示 除了研究人員的活動之外 沒有發現設置錯誤曾被利用 但微軟仍在週四通知一些用戶 更改他們的密鑰 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 在週五的公告中則明確表示 所有用戶都要更新認證密鑰 維茲公司有曾在微軟、雲平臺內部安全團隊工作過的 四位資深專家創立 他們贊同國土安全部的意見 新唐人記者徐哲、瑞麗綜合報導 已被指定臨,最高的schaft 當然隻知道了 民眾職都在有點嚴重 有限,最高的衛生